大家好,我是舰长蔡任普 在我们分子生物学里面 有一个名词叫做摇摆效应 那我们在高中生物课的时候会提到这个现象 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 在分子生物学在基因的表现过程当中 什么叫做摇摆效应 它为什么需要发生 以及它发生的机制为何 在介绍什么是摇摆效应之前 我们先很快的复习一下 大家要先对于我们基因的表现要有点概念 那假设我们有一段很长的DNA DNA上面当然有所谓的DNA的核甘酸序列 有ATCG这四个字母去排列的 好,那我们DNA可以经过转入形成RNA 其中有一群RNA叫做Message RNA叫讯息RNA 好,它呢就简称为mRNA 好,假设这边有一段mRNA 这边是五端,这边是三端 它指的是我们的核酸其实是有方向性的 一边叫五胖端,一边叫三胖端 表现出它的方向性 好,那我们出现这个具有讯息的RNA Message,讯息RNA 这个讯息要让我们的细胞 去产生相对应的蛋白质来执行功能 那这个由mRNA产生蛋白质的过程称为转译 那转译是由核糖体来进行的 好,假设我的这个mRNA跑到细胞值 我细胞值中的核糖体的大小次单位 就会把它夹起来 然后去寻找它的起始密码值 我们复习一下高中所学的生物 好,像起始密码值从五端涂到三端叫AUG AUG代表开始,由这里开始 好,这时候我们的相对的位置就会对到 好,这是起始密码值 好,那这边这个起始密码值AUG 我们就叫它密码值 就是讯息RNA上面 每三个核甘酸形成一组密码 这个密码值就会让我们产生密码的状态 好,那既然这边有密码值 必须要人去读这个密码值 去读它去对应的 就是这个RNA叫TRNA Transfer RNA,我们叫转运RNA 它会有反密码值 这边叫密码值 跟密码值做配对的叫反密码值 好,其中A配U,U配A,C配G 所以这个反密码值跟这个密码值可以配对 那我们就让它过来了 好,U配A,A配UC配G 好,这时候你这个TRNA 它的反密码值若是由三端读到五端 若是UAC 它所携带这个1号氨基酸都是特定的 像这个1号氨基酸叫甲硫氨酸 因为我们知道AUG这个密码值会对应甲硫氨酸 好,第二个密码值叫UCC 它的反密码值就是AGG AGG就会对应2号氨基酸 然后2号氨基酸就过来了 好,就对应到 好,这边对应到 这边对应到 好,接下来这个1号跟2号氨基酸 因为靠得很近 就会形成件解 这个件解叫钛件 好,那下一个就上来 这个就上来 然后在这边再形成钛件 好,一个钛 两个钛,三个钛 这个钛件就越越一长 最后形成多钛链 最后多钛链再修持成蛋白质 就可以执行功能了 好,在这边的图 我们可以发现说 我们的密码值 必须由反密码值来对应 然后来对应出相对应的氨基酸 好,但是还有个问题 氨基酸总共有20种 可是我们的密码值 总共有64种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4种 这边有4种可以排列 4乘4乘4就有64种 会发现这个64跟20种 好像64是大于20 因为我们的密码值 好像不用这么多 那怎么解决这个 20种氨基酸 对应64种密码值 这样子数量上 没有配对好的现象呢 我们来看 我们这个叫密码值配对表 这个我们在高中生物课 都会提到的密码值配对表 我们的密码值的第一个寒冷减积 第二个寒冷减积 第三个寒冷减积 像我们刚看的AUG在哪 在这里 第一个是A 第二个是U 第三个G 第一个是A 第二个是U 第三个是G 所以对过来就是这个 好,它叫做起始密码值 同时是MET MET就是甲硫氨酸 好,所以每个密码值都对应到 相对应的氨基酸 可是你会注意到一件事 这两个密码值对应同个氨基酸 这两个密码值对应同个氨基酸 这四个密码值对应同个氨基酸 所以所谓的摇摆效应 就是这四个竟然对应同一个 而为什么会对应呢 你会发现只要前两个对 第一个是U 第二个是C 第三个可以摇摆 是U或C或A过去随便 所以摇摆效应指的是 我们的密码值的第三号密码值 可以摇摆不定 好,那这样就解决很多问题 因为我如果第三个摇摆不定 那不就这四个密码值 都对应到同一个 这两个对应同一个 这两个对应同一个 那你就会发现 多个密码值对应同一个 所以密码值的数量 虽然有64种这么多 而氨基酸就有20种 可是多种密码值 却对应同个氨基酸 就可以有效的解决64 它如何配对20个氨基酸 这样的数字 没办法配对的关系 那我们就用这种方法可以解决 好,那这个信仰就叫摇摆效应 Wabble Effect 好,就是第三个密码值 比较可以摇摆 好,那这个摇摆效应 是怎么发生的 其实它就是指 我们的密码值跟反密码值 在配对的时候 第三个剪辑配对 常常是非典型配对 也是不一定要配 不一定要是A配U C配G 我可以比较摇摆 好,这是两个清键 这三个清键 好,那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的反密码值如果第三个是U 它可以对密码值的 照理说是对C 但是对U也可以 我们第三个就随便一点摇摆一点 好,反密码值的第三个是U 照理说是对A 我对G的话也可以对上去 所以这个摇摆效应 其实针对主要的原因是 第三个密码值跟反密码值 第三个合甘顺的配对 可以比较随便 好,那我们之前学到那个MRNA上面的密码的那个序列是AUCG 那我们这边就多讲一些 事实上我们的密码值AUCG U,U,A,C 这些都是指MRNA 可是在TRNA上面 常常会有一些 平常我们没有学过比较非典型的核甘酸 它的名字叫做赤黄飘零 好,赤黄飘零其实跟G比较接近 赤黄飘零的英文代表叫I I跟G比较像,它就是G这个寒氮解析发生变化 我们看一下,假设这是G I跟G很像 它就是那个G有发生一些关键机的改变 它这边一个氨基不见了 好,它就变成了I 所以在我们的TRNA上会有非典型的核甘酸 它的名字叫I 而既然TRNA上有I I的配对又更随便了 像这个一般我们说G应该要配C 最后这边是G配U 就已经配错了 如果你的TRNA上是I 它可以配U 它可以配A 它可以配C 我们可以发现说 如果你的TRNA上带的是I这个核甘酸 它的配对就会更wabble 更摇摆了 好,那我们来看这边的示意图 假设你今天的对应这边 这边如果是C应该对的是G 这是正常的normal 正常的配对 但如果这边是U 我还是对G 所以这个密码子 CUC跟CUU 对应同一个反应鸭脂 那就对应同一个氨基酸 所以它们对应都是LEU 就是硫氨酸之类的 好,那就会发现有这样的wabble pair 就是摇摆的配对 好,那配对其实不是只有CG跟CU之外 如果你的TRNA这边大概是I的话 那就会更摇摆了 所以第三个位置通常随便一些些 好,那这样的现象 我们在分子生活学 就叫摇摆效应 像这样配错的配对 就叫摇摆配对 wabble pairing 这样子 好,以上就是对于摇摆效应 它的理由 以及它是如何造成的 它就是配对上第三个位置 配对上比较随便 不一定要遵从我们传统的配对模式 好,以上是摇摆效应的说明 好,那这个图就是用一个表格的方式来比对 如果接你的这个以TRNA为主角 它身上如果是C 它可以对G 这是正常的 如果是A可以对U 这也正常的 但如果是G应该配C 这是可以配到U 好,所以打三角形的就是异常的 就是非典型的 好,这个I呢 照理说I跟G比较像 它是对C的 对不对 可是它一样可以对A或对U 所以打三角形的就是非典型配对 就出现摇摆了 好,这是以TRNA为主角 但如果接我们反过来 我们以MRN的密码子 它的氨基酸 它的合肝酸为主角 MRN上面的C应该配G吧 它可以对I MRN上A应该对U吧 它可以对I 好,I的就是打三角形 好,G应该配C 可以对U U应该配A 它可以对G或对I 好,三角形就是摇摆配对 Wobble pairing 就是非典型的配对 所以因为这样的摇摆效应 摇摆配对 就造成64种密码子 它还是可以对应20种氨基酸 又有很多密码子 它可以对应到同一种氨基酸 因为它可以摇摆 好,以上是摇摆效应的说明 就是这样的摇摆效应 是这样的摇摆效应 是这样的摇摆效应